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盟友5日明确表示 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将歇任时 这一消息立即被称为格乌冲突爆发以来 乌克兰政府进行的最重大调整 但一天后这位盟友似乎退缩了 称本周不会对国防部进行人事调整 路透社6日称 乌克兰就其国防部长的命运霸出了混乱的信息 乌克兰议员对拟役中神秘的年轻军官 37岁的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 布达诺夫能否接替防长职务提出质疑 现任防长56岁的涅兹尼科夫 被西方媒体称为俄乌冲突中最著名的面孔之一 为乌克兰争取了大量西方武器装备 他本人似乎并不接受对自己职位调整 俄罗斯媒体6日称 如果布达诺夫获任乌国防部长 乌克兰整个军方高层都将变成亲美派 据法新社报道 泽连斯基的盟友乌克兰最高拉达人民公普党议会党团主席 阿拉哈米亚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国防部长列斯尼科夫不久后将卸任 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将接替其职务 这一调整未来几天将在最高拉达进行表决 他称战争决定了人事政策 时间和环境要求加强和重新组合 列斯尼科夫将在政府内部被调任为战略工业部长 以加强军工合作 鉴于他的专业知识 这绝对是合乎逻辑的 现阶段的强力部门不应由政客领导 而应由专业的强力部门官员领导 俄罗斯《生意人报》6日称 列斯尼科夫被撤可能是因为腐败臭文 据乌美此前报道 乌国防部为孤军后勤部门采购食品的价格 至少比市场价格高出2-3倍 在此背景下 乌国防部负责后勤工作的副部长 沙波瓦洛夫被解职 并在随后被捕 纽约时报称 在国内外压力下 泽连斯基近期开展了大规模反腐运动 列斯尼科夫的命运一直是人们猜测的话题 但他本人没有被指控 直接卷入任何不当行为 法新社称 列斯尼科夫是乌克兰战争中最著名的面孔之一 他于2021年11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 并帮助乌克兰军队获得大量西方武器 没有人会在一把椅子上坐一辈子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5日称 列斯尼科夫当天对记者表示 网长职位由总统泽连斯基根据宪法决定 但当他被调往新职位的信息披露后 列斯尼科夫接受当地新闻网站采访时说 他没有听说过有关新任命的任何消息 即使是来自总统本人的提议 他也会拒绝 因为他不具备担任战略工业部部长的专业知识 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6日最早放出一系列消息的阿拉哈米亚似乎退缩了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最高拉达本周不会考虑国防部门的人员更换 路透社称 泽连斯基一直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 据路透社6日报道 布达诺夫是一名神秘的年轻军官 引起在秘密行动中的作用而获得勋章 迅速晋升为军方情报总局的负责人 他5日晚对媒体称 自己近日将担任国防部长职务 但两名乌克兰议员6日提出乌克兰国防部长必须是文职人员 这似乎会阻碍对布达诺夫的任命 俄罗斯军事评论网6日发文称 据多名专家表示 列子尼克夫在乌克兰国防部长任上去留的问题 是美国与英国为争夺对泽连斯基影响力而进行的幕后斗争的延续 列子尼克夫调职仪式的背后是华盛顿 美国近年来显著增强了对无影响力 报道称 截至目前乌克兰总统身边人中的英国代理人 只剩下乌总统办公室主任耶尔马克 如果布达诺夫或任国防部长 乌克兰整个军方高层都将变成亲美派 乌克兰战争的第二年将变得可怕 纽约时报6日依此为题 发表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的署名文章称 在这场战争的第一年 美国这些盟友过得相对轻松 我们提供武器援助和情报 以及对莫斯科实施制裁 剩下的由乌克兰人来做 美国没有派出部队去乌克兰 因此感觉我们冒的风险 似乎只有武器和财富 而战争的全部冲击 都由乌克兰人重担 但文章称 我认为第二年不会那么容易 随着俄罗斯召集更多兵力 战争扩大化的问题 将成为美国国内各派 2023年外交政策辩论的中心 这一会儿 是什么 都由乌克兰人来做 一会儿